崇山寶亦都搞定全部馬匹準備 拓檔七場二班直佬一千準備 準備 好 你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的馬匹見到外蘭米折 崇山寶搶了條外蘭先 見到中間天賜複星女鷹進鞠 淺藍衣橙衣還有加州金獎 這四隻馬在前面 後一層馬先見到步步威 紫色眼罩還有這隻帝豪進鞠 再後面的馬黃當家和確威龍 暫時殿後有小武牛和這隻綠色寶 跑了接近一半 加州金獎輕綁當然在前面走 外蘭白衣就是這隻崇山寶 中間天賜複星淺藍衣女鷹進鞠 在裏面還有帝豪進鞠 中間小武牛後面的馬還有白衣 就是確威龍 最後多一點才見到黃當家的馬 繞到最後三百米左右 前面透出加州金獎 外蘭位置就是這隻崇山寶 中間還有女鷹進鞠 再在裏面小武牛也追緊 中間還有確威龍 最後一百米加州金獎 還是先佔 裏面有這隻小武牛 中間確威龍和女鷹進鞠 接近中間加州金獎贏 第二名小武牛第三名有崇山寶 看看機會有沒有補回第三名 結果就是這隻加州金獎 反而沒什麼飛到 回飛5.5倍夜馬 小武牛第二,崇山寶第三 第四名就拍照了幾隻馬 結果加州金獎 一放到底,一一三也要緊 小武牛最後第二,第三,崇山寶 第四是這隻女鷹進鞠 5.5倍,這裡讀贏 看看直鏡為何這隻綠色寶 可以做得那麼行 外欄那邊比較好 其實他沒有什麼位置 我們看看 升上馬就夠漂亮 如果夠快,加州金獎可以殺過去 因為今天是C加3,你記住 不是很闊的跑道 最重要是夠快 崇山寶其實現在都不像以前 可以全走去的那些 還有今天又重磅 加州金獎,小小顆 最低的身體是跑的 那些重心很低 一開始就飆了出來 這些不是剛才我說的 這些就像山頂那些 你看這個直鏡,你看它 很多人說需要很闊的前胸 沒錯,一般來說 你看看後面的小武牛 右手邊的崇山寶 但是這些真的破格 你看它闊 那些比例 那些腳脈,鬥心又強 小武牛今天都很盡 你看看潘敦 沒辦法了 打到 沒有停過 沒有停過 而且我看到崇山寶早期的那隻 加州金獎 它還是很輕鬆 在前面 分斷時間頭段13秒 零生第二段20秒 七八部段22秒 八三 總時間是56秒 六四是慢於標準時間 接近一線